然后健身房游泳馆的第三个降冷增效 然后让人觉得降低体验感的一个措施 是他原来提供免费的使用的拖鞋 就是他有公共的拖鞋 你要是忘带拖鞋了可以用他的拖鞋 然后他反正我一直就不太用 就除非真的是真的是特别刚好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将就一下用 还是那样的 他最开始的时候你一请他提供拖鞋 但是严丑着他虽然有消毒柜 但是那帮保洁阿姨巨偷懒 就根本不管那拖鞋 正常应该那拖鞋回周回来 保洁阿姨消毒清理 然后再放进消毒柜里消毒 然后那些阿姨那会儿疫情的时候 那么闲他也不去做清理 因为他肯定没跟他交代这个工作内容 然后那阿姨肯定就不做 然后那鞋就是眼瞅着是谁穿了什么脏不兮兮的 一点都不管 然后直接往消毒柜里一扔 或者就就地一扔 那阿姨给收起来往消毒柜里 什么都不做 就一扔进去 就纯靠消毒柜消毒 然后上面粘着头发 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管 都那什么就那样 然后后来是就是开始天热了 好多人游泳 肯定有好多人去跟那个反应 然后呢那个他应该是跟那个阿姨说了 让阿姨作为工作内容了 然后呢就是就拿一个消毒的水泡着的桶 然后阿姨就每次把那些鞋都收起来 也要泡那个桶里 然后呢到时候再扔消毒柜里消毒 但是呢基本上他就是一天之一轮 他一天比如说这一柜子消毒柜的脱鞋用完了 那剩下的还泡在消毒水里呢 就不管那个不给你弄第二轮 但是呢现在是更行了 他直接把那个双开门的那个消毒柜 改成一个单开门吧 反正就是说从那种大的双开门 变成一个单开门 就是那鞋本来原来双开门就不够多 基本上一上午就不行了 就全部用光了 然后少人都泡桶里就来了 人晚了就没鞋了 就指望不上 那个现在呢是好 那个直接改成就是单开门 一共可能就几十双 然后那个那你稍微来晚点 你只要不是最早来的那批的都没戏 都没戏 我今天在我们称凉的饭馆吃一个鸡腿是6块 不过是小鸡腿 它这个鸡腿大一点是8块 一个鸡腿8块 不过大一点 我吃那个是鸡小腿一个6块 这么一看好像也不亏 它这个8块一个好像也还好 然后那个啥 反正它现在就是我今天晚上一看 就说这么几双鞋的话也不够用了 但是因为它最早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看它一点都不消毒脏不兮兮的那样 我根本就不敢用他们公共的拖鞋 所以我也一直养成习惯 就是自带拖鞋不用它们的 曾经有段时间就说大家不是不用它的吗 然后又懒得自带大家都把拖鞋扔在那块扔在那个更衣室里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好多人把拖鞋往那一扔 他觉得那样子也不行 显得更衣室里全是私人物品堆满了 然后就不让放 然后说如果你要放它就给你全收起来 扔扔扔那个储物件阿姨 你找报家阿姨要去 然后所以就说后来就大家都不弄了 就都得自己带 然后自己带以后他弄消毒公共拖鞋弄的 就应该是纳入他工作内容了 他就有定期搞那个 但是他回收的速度消毒完了放回柜子的速度 基本上就是说当天的回收回来当天的消毒 然后当天不回到柜子里 第二天才回到柜子里 所以基本上你指望不上 现在他改成单开门一共就几十双 基本上就指望不上了 今天晚上来的七点多 那一个柜子整个都是空的 里头一双鞋都没有 就感觉它就是成了一个纯属摆设了 就是聊胜于无 那点数量根本就不够用 不过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也比较介意 他公共拖鞋的消毒状况 所以其实也不见到有那么多人愿意用 就是了 今晚我很介意 但是还有好多人真不介意 因为他在消毒柜上是会放一瓶喷的酒精 我如果是有的时候实在是出门忘带了拖鞋 因为他需要你每次自带 我就拿他喷的酒精自己喷喷 就是有头发就算了 但是你拿酒精喷过了至少大差不差 不是特别严重吗 他们自己脚再喷喷那个拖鞋里里歪歪的 然后就穿 然后但是他现在就是说彻底数量上也少了 而且他为此换了整个消毒柜 我也不知道是柜子坏了 还是什么呢 反正是省电还是省人工 还是从什么方面考虑 就是肯定就是从降本增效的程度考虑 就是还要提供这服务 但是又缩水了 就跟一次性杯子一样 还提供一次性杯子 但是不能可劲用了 差不多吧